另外疫情在美国持续的蔓延 目前现在累计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55万人了 而且死亡的人数也是接近了22000人 而且光是纽约州最新的一个死亡人数就新增了758人 而甚至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已经是连续6天在纽约的一个死亡人数都已经是突破了700了 因此让人真的是蛮担心的 也让纽约州的州长古莫他表示了 每一天他睁开眼睛就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数字能够下降 但很可惜这个希望是不断的落空 真的是不断落空 但您看到川普原本就希望美国能够在复活节的时候复工 但似乎现在看起来这已经不可能成真了 另外美国食品级药物管理局的局长也透露了 现在政府的一个目标就把它定在5月1号这一天 希望5月1号的时候能够解除居家隔离措施 但是没想到又有人来泼冷水了 是谁呢 就是联邦政府的首席传染病的专家佛奇了 他就表示了四五月都不可能了 很可能要等到11月 甚至是美国大选的时候 这个才有机会能够把一切都恢复正常 而且他甚至还加码爆料了 他就表示说如果说美国能够早一点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以及实施限制令的话 或许就能够拯救更多人的性命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佛奇啊 他不断的扯后腿 所以川普思想常常会被这个佛奇给惹怒 但没有想到川普就在今天借由转推一则 其他人呼吁要开除佛奇的推文 就把这个怨恨呢 似乎已经是浮上了台面 感觉起来这个川普已经是有点公开 针对佛奇感觉有一点不满 但是我们看到不只是佛奇打脸川普 打脸川普的还包含了川普自己的女儿 来看到这一张照片了 是谁呢 是川普的宝贝女儿伊凡卡 他PO了一张图片 还说他自制口罩 结果网友就开始调侃了 是不是应该也要叫你爸也戴一下口罩呢 不过讲到了口罩 我们带您看到今天传出了一个新闻 就是欧洲的国家芬兰 向中国采购了两百多万片的一个 外科用的一个医疗型的一个口罩 没有想到呢 却被证实这个物资不符合医用的标准 结果负责采购的这个芬兰官员 现在已经是宣布下台了 另外同样是口罩风波 我们带您看到是新加坡的总理夫人何金了 在星期六的时候 他在脸书上转发了台湾 捐助新加坡口罩的新闻 但是下面写了一句 呃来当成这个注解 网友在开始质疑了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不领情的意思呢 结果他在星期天啊 疯狂转发了一百七十则的一个文章 来洗自己的脸书的版面 而就在今天中午重新的编辑贴文 除了表达感谢台湾朋友的所作所为 同时也呼吁大家 这个时候要团结一起来对抗病毒 大家团结还是最重要的 不过我们带您看到 这个呃的这一篇推文了 还是引发了新加坡 台湾甚至是中国网友的笔战 讲到了中国 最近呢 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 中国的一个外交官 试图呢 要来说服德国的官员 希望他们能够称赞中国的一个防疫 但没想到德国方面呢 德国政府已经是回绝了 另外我们带您看到 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表示了 中国在最近狂买脸书的广告 就是企图要塑造抗疫的形象 对于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